欢迎来到生物影片 我们今天要教的主题是生物体的恒定 其中的废物的排泄与调节 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单元的学习重点有 1. 能说出排泄作用的定义 2. 能指出生物体内的代谢废物种类及各种排泄器官 3. 能区分含氮废物种类及不同动物排出含氮废物的方式 4. 能说出人体的排泄器官及其功能 并了解人体含氮废物的产生及排除的过程 同学们 你们还记得刚入学的时候有做过尿液检查吗? 可以从尿液中检查出身体的哪些状况呢? 还有啊 你有听过洗肾 或者是有家人有洗肾 或者是在路上有看过洗肾的招牌吗? 这些都跟排泄作用有关哦 其实我们人体的呼气、排尿、还有流汗现象都属于排泄作用 那排便也算是排泄作用吗? 其实排便不可以说是排泄作用 因为它是消化系统 消化作用完了之后呢 排出的食物残渣不是代泄废物 所以称之为排泄 排泄作用的定义是 排除代泄作用后产生的废物或多余的物质 代泄作用会产生二氧化碳、氨、还有水等 需要借助肺脏、泌尿系统 或者是皮肤等排泄器官帮忙排除 我们人体的排泄器官主要有肺脏 可以帮忙排除水以及二氧化碳 皮肤中的汗现则会排出水分、盐类以及少量的尿素 泌尿系统则是排出较多的尿素 还有过多的水分以及盐类 那为什么我们身体会产生含氮废物氨呢? 其实是因为细胞代谢的蛋白质或者是小分子的氨基酸后 就会产生含氮废物氨 氨有毒必须适时的排出体外 还有啊,氨呢,它有易溶解在水中的特性哦 不同的生物体会将氨转换为不同的物质 水中的单细胞生物还有鱼类 它们是直接将氨排到水里 会飞翔的昆虫或者是鸟类 体内呢,能将氨转成尿酸 哺乳类呢,则是会把氨转成尿素 这些含氮废物的毒性大小是氨的毒性最高 接着是尿素 毒性最小的是尿酸 水中的单细胞生物 比如说,这是变形虫 这是草吕虫 能够借由扩散作用 直接将氨排出体外的水中 鱼类呢,则是透过塞 将氨也排到水中 昆虫以及鸟类 它们会先将氨转成尿酸 然后混在粪便中一起排出 我们人类呢 氨基酸被细胞氧化代谢后产生的氨 会转为尿素 最后形成尿液 随着大量的水分排出 人体中 负责将氨转变为尿素的是肝脏这个器官 而尿素呢 则是在泌尿系统中形成了尿液 所以我们的尿液里的成分有水分 尿素和盐类 而这些过程都是透过血液输送的哦 人体的泌尿系统 人体泌尿系统包括肾脏 输尿管 膀胀 膀胱 还有尿道这四个器官 这是肾脏 肾脏位在腹腔的背侧 过滤流入肾脏的血液 并从中回收有用的物质 过多的水分 尿素及盐类则会形成尿液 由输尿管送到膀胱 这是输尿管 输尿管连接了肾脏和膀胱 将肾脏形成的尿液送入膀胱 这是膀胱 膀胱是具有弹性的囊带 到一定的尿量时 会刺激膀胱壁产生尿液 膀胱就会收缩 最后呢 这是尿道 负责将尿液排出体外的管道 所以我们再整理一下 肾脏可以过滤血液 滤出的尿素 还有多余的水分及盐类 则形成尿液 那请同学注意哦 血液中有用的物质 会被肾脏再吸收回到血液中 输尿管则是输送尿液至膀胱 膀胱负负责 储存尿液 当达到一定的尿量的时候 就会有想尿尿的感觉 这时候膀胱就会收缩 最后经由尿道排出体外 洗肾 前面我们有提过洗肾这件事情 其实是因为肾脏的功能衰竭 无法排泄废物 引起了尿毒症 因为人体肾脏的功能 主要在排泄尿素 调节体内水分 盐类 糖分等平衡 对于维持生理恒定 极为重要 肾脏如果衰竭 废物的排除会产生问题 会引起尿毒症 而且糖分如果不能够被再吸收利用 随着尿液排出体外 则可能会导致糖尿病 所以有需要洗肾的病人 必须透过血液的透析 将血液输送至洗肾机 经由机器过滤后 再将尿素浓度很低的血液 引回体内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本单元的学习概念图 来把它放大来看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